《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匡正 和你分析時事狂追猛打 主持啤梨林匡正 回到你一見有Kat Jett 台長和Lawrence Lawrence好像有網友提問你想回答一下 剛才根據一位郭富城的網友提出疑問 請問剛才我們說的Skin Walker 是否跟獸王記類似的情況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問得這個問題的聽眾通常都有四五十歲 因為在世家 在八十年代初出了一隻遊戲叫獸王記 獸王記是一隻動作遊戲 他每打一些指定的怪獸 就會出了一顆能量球 當你出了三顆能量球的時候 他每一關都會變成一隻不同的怪獸 第一關就變成人狼 第二關就可能變成一條龍 即是說其實在幾十年前 已經有些人根據一些資料 他已經知道 其實人可能經過某一些外來的能量 或者是一些魔法 是會顯示到給人看 他會變成不是人形的一個樣子 嗯 補充一下 然後就透過遊戲 讓你們可以慢慢接受這些 譬如一些ET 學生電影 可能有時候覺得不知是否 都專門放一些資料 等你們拍下這些 慢慢當這些越來越多時候 你們可以接受的程度 就可以提高 不要突然說 原來說 其實你們是被一些圍堂的東西 控制住 還是怎樣 還有很多空間 還有什麼平能時空 你們會覺得 蛤 然後把世界其實原本的規矩 可以順便 宗教全部都推翻了 那慢慢是否放一些 用一些軟的文化 讓你慢慢接受 又或者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我想說一點 1943有沒有玩過 打飛機 是 是一隻射擊遊戲 通常我們玩射擊遊戲 通常我們不夠打的時候 就會放大炸彈 是吧 但是1943這個遊戲 我沒記錯應該是 8、5、8、6年的時候出 他的絕招是什麼呢 一個就是打關斗 就是在天空打關斗 避開飛彈 另一個就是海嘯 我小時候不明白 那些人真的 這麼豐富幻想力 這樣一個就是海嘯 令到整個玩的 正式 有人任他打的 但是當大局都知道 原來 原來海嘯真的可以人造出來 所以 我們就會 想起 原來小時候 我們看電影又好 遊戲機裡面 都滲了很多元素 就是這樣 舉手 魔獸都有閃光彈的 是啊 沒錯 近代我那個年代 都有差不多的東西 可以 玩光科技的閃光彈 我們 阿Kat 羅王勢台長 我們講了這麼多東西 就 又講到 哇 以前又講到 埃及行 有些軍炸機 潛水燈 又有電燈泡 接著我們又講到 這些 壽王的東西 又不知和什麼有關 那些宗教又不知和什麼有關 其實我們是否應該要 好好去研究一些 神秘學 首先我想問 第一 什麼叫神秘學呢 第二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正式 比如在學校 去學這些東西 我記得 剛才你說什麼 香港飛碟學的東西 我好像印象 很多年前都說 想在大清院校去教 但是這些 又不知會不會 受到世俗 又不知會否接受 為什麼會這樣 分開來說 剛才你講的例子 很多年前 在港大學的課程 其中一個飛碟學的課程 到尾其實已經好像收了一生 但是臨尾那一天 就說課程取消 那文說 有位科學家 就覺得這些課程 就不適宜在大學裏搞的 那個名字就無需公開 那當時都很尷尬的 就是什麼人去了 當時就說堂開不了 所以你說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觸動了很多建制勢力 譬如說你讀開這個考古學的 這樣的 我們的埃及那個人民思想像 就是四千年前起 那個分泉塔就幾千年前起 那你現在說不是 不是你用港大人民思想像 可能就是十幾萬年前起 幾十萬年前起 第一個問題就是牽涉那個生計問題 就是現在做的那班人 就可能沒東西混 那當然這個很小事 那家人沒東西混 但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 如果我們在人類的文明裏面 找到不需要錢的能源 免費能源 那整個世界會怎樣呢 那現在有個說法就是 有很多建制的勢力 譬如說 以我手上拿著大量的石油 我當然是等我的石油用完 我才放這些料出去 那實際上一件事 你一見到這個問題 譬如電動車 無論你對他評價都好 其實他現在在一些國家裏面 他們都開始抵制 這是現實的問題 那第三個原因就是 我倒回頭來說 我先回答第二個問題 為何神秘浩會這麼大抗拒 不可以在大學裏面去教呢 如果我們確認到外星人或古文明 是外星的文明幫助我們的話 宗教上的衝擊很大 差不多我們現在大部份的諸佬宗教 都未準備好這件事 除了佛教 佛教才可以準備好 其他宗教未準備好可以接受這件事 他不會去證明到聖經是假的 或者是聖經是不對的 即是他們出過這麼的聲明 但這個不是他的主流 即是這個這麼多的衝擊 就凌成了我們很難在一些正統的學校裏面 去教這些課程 但歸根路德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讀了 如果真的有一個神秘學的科目 你再讀了 那你出來 你做什麼呢 即是你打什麼工呢 這個很經典的問題 做網台呢 我做網台 做網台就拿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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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但在現實上是真的有的 例如我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去了荷蘭的圖書館 那個圖書館有開這個石士科證 還有那個博士科證 尤其某些大學都有這件事 但就很依靠他們去讀這個課程的時候 他們手不可以融會到主流的課程 舉個例子很簡單 聯金術 即是我們今天不相信 真是在中世紀的時候練了黃金出來 有或者康政應該會問我長生歷路術 但的而且有一班人在中世紀做了這些 我們可以用客觀角度 那些人做了些甚麼呢 總共我們不相信 所以剛才你說了 在大學裏面有沒有神秘學科證 是有的 不過如果你讀出來 基本上你不會找到工作 這是一個問題 好了 涉及甚麼叫神秘學呢 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講 但可以基本很簡單去講一件事 就是在主流的學問裏面 是不容許或過濾過的知識 那甚麼叫在主流的學問裏面 過濾過的知識呢 有幾個具體例子 剛才我們講的 金字塔 金字塔是怎麼起的 金字塔是怎麼起的 有整班奴隸 或者一班人請他喝啤酒 有整個不包的石 然後撿了石在河上去 然後逐個塔位在旁邊 起了一個斜樓 一直撿上去 但問題是 最高的那顆神是怎麼調上去 即是 你說有些人就是包下頸 你做好那邊看看 現在 現在的科技做好那邊看看 沒有人做這件事 那你去包下頸 即是如果你包下頸 你在正統的學問裏面 即是書裏面 那就不用置業一路了 我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這是我們自己設身經驗 第二個例子 《歷史上》 1963年11月22日 金馬迪遇成 正統的話 就是一個槍手 是在書店六樓射一槍 在後面打一打 但你看很多片 這要講話你很難相信 那個具體細節我不講 大家可以追去 爭了幾十年 去到去年應該六十年 六十年都還爭爭這個問題 而且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為何美國政府 到現在都不能公布全部有關資料 這個就是你所謂神秘學 或者在音樂論裏面的一個課題 如果你說你相信那個主流的人 那些人就沒有事拿事 他是一個人殺他 你可以這樣想法 但現實就是 即使這個格案 都說服不了大部分的美國人 所以可能在糾纏 甚至糾纏一百年 都不知道 第三個例子就是我們本行 譬如說到英國文行 其中一個在非主流的講話就是 所有沙士比亞的劇 都不是沙士比亞本人寫的 因為沙士比亞本人是文碼來的 如果我拿著這個觀點 或者我拿著去寫論文 那就一定不用說 沒得搞 論文人家都不會看給你寫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主流的學術家裏面 對很多知識或者很多講法 他神早是排除了出來的 即是你想也不可以想的 在現實上學院裏面真的有這些什麼 所以形成了一件事 就是有些人說 這些東西全部都不准說 我們巴掌頂當然要說 所以就造就了神秘之事 做了這麼多年都有人去聽 但特地要說會不會有些後果 經常說Man in Black 甚至在外國有那些 Affinant Council等等 很多那些 你研究這些都會被人輕側 無緣無故不知為何消失了 第二就是搞你的辦公室 或者主流抹黑你 你這個人開過雞鬥又怎樣怎樣 又會被一些實力去恐嚇你 其實首先 譬如香港和美國 可能相差很遠 是否經常說你越來越要出這些 即是表示這些東西 某些程度上除了值得研究之外 可能有很多資料都是真的 真的嗎 真的嗎 我們很難說的 因為你一天官方文件來不公布 這個文件公布就是包括 你手上有關於於阿福克的資料 甘打籍魚食案的資料 還有這些所謂的免費能源 譬如特斯拉 特斯拉臨死的時候 所有他手上的手稿 是被人被物貪局拿走了 衝過功 特朗普的叔叔 對 誰陪我看就是特朗普的叔叔 是特朗普的叔叔 那這些事情在主流媒體裡 有很多人說 所以你剛才說 有沒有人是因為這樣而被恐白 被什麼 以我為例 我做了十幾十年 我都未試過遇到這樣的案 因為我講的水平是很低的 即是未觸及到那個核心問題 但是美國有些具體的例子 譬如博納沙 他是自稱他入過五十一區 在他打過工的 他見過外星人的 或者他見過飛碟 然後怎樣 就是被人抓了 說他做一些非法原料 即是那些拿了一些化學物品 自己無牌的 賣給人 總之很多罪入他 他真的好像說他開雞鬥 是 開雞鬥都有問題 不是開雞鬥有問題 但是他這些所謂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人間謀殺 就是說 你的人是壞人 你說的任何都是 無人無人無人 抹黑 即是有些具體例子 在美國就有很多人聲稱 有些這樣的例子 其中一個是被美國警方射死了 真是經常吃肉 但是你聽他說 好像他有疏疏地 很多街乎你的人 好像正正常常 又好像疏疏地之間 但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就不是的 Joe Rogan 即現在很紅的網台 唯一一個不黑食的是他 因為他可能在講 一個月都收成一百萬美金 因為他那個hip利很厲害 他現在就是聘請這些人上去講 即是 講生了一整個幾兩小時 讓你盡情去發揮 譬如一個很出名的英國的作家 Gran Hancock 讓你上去講 然後找一個正主流的考國家 和你對質 即是很少有這些機會 但是因為他的收聽率高 即現在他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但他都不能是主流媒體 即是他講完些事情 GNN不會報的 英國的家庭他們不會報的 所以你看這個問題 很視乎 我看新聞不是這樣說 很視乎你看什麼新聞 即是如果你看香港的主流傳媒 你對香港的真正狀況 你理解多少呢 我們自己有實際感受 如果你看美國的主流傳媒 你對真正正的美國的狀況 又理解多少呢 現在在我們做新聞來說 我們覺得那個差距越來越大 即是簡單來說 就是那個媒體沒有報道過 那個社會的真正正正的狀況 這個不僅是香港 在其他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還有很多媒體 其實它是報道什麼 是因為那個媒體本身 那個老闆的立場 有很多選擇性物 是讓你去吸收 所以現在都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一些媒價它多了 大家可以多一點 不跟你吸收 但是媒價多了 有時候就比如你YouTube一樣 有些我不喜歡 可以跟你講 我不是禁你的台 走來搞你 YouTube都會這樣 何況這些有公權力的政府 一定是會想盡辦法 你想講這些陰謀論也好 神秘也好 會影響到它現在的規則 和它的管治的地位 但有些現在很切身的問題 其中一件事就是疫苗的問題 因為疫苗的問題 就是關乎你切身的健康 這件事你不能逃避 打還是不打呢 打完之後 打了幾年之後 告訴我 有副作用 是 初初 如果你在三年前 四年前 你說這些是陰謀論 今天說就不是 這是很明顯 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就是 甚麼是陰謀論 是很視乎你在甚麼空間裏 去說這些東西 以前可能是 到了後來就未必是 可能以前不是陰謀論 那些是陰謀論 是吧 這些是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 放鬆心情 有人講 就聽聽 你不一定會相信 不用這麼慾緊 誰說這些是妖言惑眾 這些是甚麼 但我們切身經驗 就是三年前 如果你真的說這些 你會被人罵 嗯 是吧 另外 今天的主題 我都想講一下 叫做長生不老 譬如你看看聖經 都會說 你最好是生命樹 那些果實 你都會 我經常說 有些人會追求永生 長生不老 可能有些分別 不是他 他不會死 不過他長命些 他自己死了 有一些去到改造人 人體懶得很熟 台長在這方面 我看見你講過 其實你對這些 有甚麼評價 有幾個例子 剛才你提到的 有引述過 《聖經9月》裡面 說以前的人 閒冷地都幾百歲 是啊 以諾 與神同行 曾經有阿當那些 去到一千歲 但我們的壽命 我們就越來越短 到現在大概 根據前徒福局長 我們說 我們最多是八二十歲 其實應該不止 應該是 但我們有幾個具體例子 似乎精明到真的有這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三國時代 那時候是有兩個道教的武裝勢力 一個是太平道 一個是天使道 太平道很早被人堆落 因為元帥病死了 第二個是草草收歸了它 收歸之後 他發覺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他們其中有些人是不會老的 這個很depend 我視乎你怎麼看歷史的資料 他們不會老 這個在草籍和草碑的文章裡面寫過 寫過一篇文章 這班人去練了一些東西 例如有防促術 例如他們做一些倒吊 將自己倒吊 或者飲料 歷史上有記載 他們不知道這些人怎麼做 但是這些人看上去是很年輕的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有一個叫左詞 也是這班人記得一個 就是跟著草蘇說 你懂幻術 你懂幻術 你今天晚上喝酒 沒有魚 你變一些魚出來 他真的變了魚出來 跟著就在隔壁街市找一些魚 已經全部的魚都不見了 歷史有記載過這件事 但問題就是你信不信呢 你信不信 你會不會覺得 那天草碑和草籍說謊 或者這件事是有人老作呢 在古代的歷史書裡面 有頗多這樣的例子 其中一本書可以大家看 就是《守神記》 就是《晉朝幹部寫》 它裡面其實講的那個case 是有一個火星來的小孩子 和小孩子玩的 做了一些語言 那個我們講了很多遍 就是在歷史上有記載過 在這些中國古代的道家裡面 他們是有嘗試做這件事 但是那些人生氣怎樣呢 那些人生氣失蹤了 不見了的 也都沒有說它的下落是怎樣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這個邱柱基 很出名的 就是這個神爺行女 和石爺行女 和石爺行女 傳真家 傳真家出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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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家出紙第一個 就是邱柱基 那邱柱基的膽 只有偉心此術 沒有長心之術 那整間時間聽了就很high 那些人沒有腦子 結果整間之術 然後很快就死了 他死了之後 邱柱基很快就死了 所以這裏有兩個部份 一部份就是 在一個所謂神秘的傳統裏面 的而且我聽到那些人 他就不會老的 或者有這個異人術 有些人就很現實說不聽 是沒有這件事的 那你相信誰 這個是你自己去衡量 但是在現代的醫學來講 尤其是十幾年 我們的而且開始有 那個長生不老的可能性 或者是有延續我們那個壽命的可能性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 為何我們會老呢 就因為我們的細胞 DNA裏面的端粒體 它都不想自己去掉 它掉了 那你就會跟著開始老 那個比例是甚麼 譬如你影印 你影印 你影得百次之後 是不是越來越老 其實這個道理就差不多 你老了就等於你的影印機 但是會不會有一個影印機 就是你影極 你一直可以保持你那個像素 沒有脫入裡面的資料 原來發覺現在是有這樣的能力 在這裡可以做 或者甚至有人做了 我們不知道 但是那個後果是甚麼呢 如果你說人人都幾百歲 我想全世界都幾難搞 哇 不用退休 那些武漢都很嚴重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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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件事 想下去又不太好 其中一個舉例子 你娶一個老婆 有了 你一百二十歲 他一百十九歲 那你對於那幾十年 你不覺得很難捱呢 是啊 那你這麼快就肯定說是 阿娥 齊明 就是看那個時間和地點 就是看那個老婆會老 好 是啊 如果看他那個腦退縮 和我的腦退縮 是怎樣 如果他是慢的 這樣就糟糕了 所以整件事 本來想想 不是很著數 但是anyway 似乎在現代的醫學來說 這個並非不可能 如果你根據這個看法 就出現了很大的疑問 就是在古代時 是不是有些人知道這個秘密 就是他們練那個方法 是不是已經知道了 我們現代的醫學裡面 一些技術 就是可以做一個這樣 我想在現代也 的而且有些人 是做到同樣的效果 我自己聽說 那些人 是真的老了之後 他完全是可以 越來越年輕 其中一個我聽回來 就是僻谷 老祖宗 是啊 但是千萬不要自己亂來僻谷 就是不吃東西 兩件事是一樣的 就是 我經常說 細胞 細胞分裂 複製的數量 每一次都說 會有少少 已經失去了 慢慢你會衰老 但是一隻的說法就是 那些人 那些是你接他老死 有時候你是病死的 有些人說 喂 現在有些科技 未研究到 有些病我們怎麼醫 但不要緊 他死了 不久 立即冷凍著他 哪怕有些人冷凍過頭 有些人整整個身冷凍到他 有些科技 可以治療這隻病 再解凍 醫治好他 可能隔了幾十年 幾百年之後 就會翻山復活 還是怎樣都好 有一隻說法 就是這樣 那些叫Syronix 其實幾十年前 已經有人去做 我相信有 但我對這件事 我果大懷疑 我一個人 舉個例子 梁錦祥 他沒有了這個驅學 沒有了這個身體 他是不是還有梁錦祥呢 其中一件事 我想他們會這樣想法 就是我們留下我們的記憶 那你是甚麼記憶呢 主流的就是在腦裏 現在說不是 其實我們全身都有這些記憶 但你當這是記憶 你可以將它變成議員的密碼 你將它放在電腦裏 甚至放在互聯網裏 你到有需要的時候 下載了下來 在利爾俠 在大山的時候和你聊天 就是理論上這樣 但是這個講法 就回應我們第一節講的就是 其實最初原本人是甚麼 原本人沒有這個驅體 或者未必是人 或者地球文明 最初那個其實沒有這些驅體 它只不過是一種意識 到後來有驅體的時候 就出現了很多問題 其實聖經那個創世紀 是差不多的情況 最初是無影無家 即是無影的 只有能量來的 那個不是說人 而是說野華 做了另外一些生物出來的 是只有能量 只有記憶 可能我們最終那個命運 由於我們的驅體是容易衰老 和可以腐壞 可能剩下的就是一些意識 流傳在某一些容器裏面 這個會不會都是 因為驅體一定會有損壞 但意識不會 就有一種說甚麼叫射 我將我的意識 入了你新的區塊 佔領了它的區塊 或者現在有些叫甚麼 複製一些區塊出來 把意識下去 如果是的話 最好是包括機械人 機械人 第一樣東西 如果是高達 就可以打得 又不會那麼容易損壞 那理論上是最好的 其實都有很多不覺 當然對於長生不論 其實我們暫時看 其實沒有好處 大家千萬不要去追求這件事 也未見過 就算由秦始皇也好 也未見過 暫時有誰真的成功 到時好像政府那樣的資料外線 你會怕有人copy了你的資料出來 你會被人拿去賣 你才會露帶你的分數 都所以 我們今天都很感謝台長上來 他那麼多的分享 這兩節我們都聽到 莫益他良多 多謝 有機會台長我們再上來講說話 有機會再上來 好 多謝